2024年国性全国烘焙赛即将在9月23日至27日登场 今日也在国性相公所举办宣传记者会的活动 那我们的国性咖啡全国的烘焙赛已经举办了7年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烘焙赛 可以让我们全国的喜好咖啡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烘焙然后大家切磋技术 然后提升我们的烘焙技术 那最主要我们在这个烘焙赛的比赛过程 我们使用的咖啡豆就是我们国性的本地的产地的咖啡豆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烘焙 然后发掘出我们国性相所产出来的咖啡豆不同的风味 先元宁芳宇表示咖啡是国性相重要的产业之一 经过农民以及公所的努力 也逐渐地打出国性精品咖啡的致命度 更喜见的是有许多青农反向来投入咖啡产业 相信未来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咖啡产业可以代表国性相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产业 更喜见的是这些咖啡农 由我们这些青农反向的努力跟投入 我相信这个产业会一直延续下去 先元陈宇军表示国性咖啡生豆品质相当优秀 也需要烘焙好手来将咖啡的美味呈现出来 欢迎来自全国的烘焙好手能够共同来参加今年的咖啡烘焙赛 那在这里我们要预告给全台湾各地烘焙的好手们 我们国性相的咖啡品质非常的好 但是还是要透过你们的高级的烘焙的技术 才有办法让咖啡的浓醇香能够淋漓尽致 所以我们欢迎全台湾各地的好友来到我们的国性相 在这边不惯可以品尝咖啡 而且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客家的特别的风情 副医长排卷肯定国性相公所连续七年办理全国咖啡烘焙赛 行销咖啡产业的用心 也欢迎全国的烘焙好手 在9月23至27日参加今年的国性全国咖啡烘焙赛 记者重为一股性相采访报道